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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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丁超 歡迎收看超級大贏家 這個指數在反彈 這禮拜已經是第六個禮拜 不容易 你看這裡六個禮拜 你看起來好像覺得沒什麼 但是很不容易 真的不容易 因為這邊跌到一萬六千一百多點的時候 哇 大家是看跌破景限會崩盤的 直接很多市場的分析是都看這裡的 跌的時候就看這裡 這邊跌的時候也看這裡 漲的時候就看十萬點 跌的時候就看這裡 那漲起來又看十萬點 看土在講話 漲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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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漲 對不對 那程度不好 你要會算 要會預估 例如說16162 我直接跟你講 我直接這邊就跟你講 美國股市不會崩盤 你一定要看國際股市 它在打底 它在調整 美國股市不會崩盤 台北股市就保證不會崩盤 因為我們是根屁蟲 我們的國家小 我們不可能領導全世界 所以只是我們不可能領先 我們沒有資格 了解嗎 那我們的市場 是法人的市場 是外資在控盤的市場 那你外資它可以左右股市 尤其是全職股 台積電 聯電這種全職股 那它要買台積電 要買聯電 它一定要美國股市漲 它才會買 這是規定的 否則不會有MSCI 你看今天不是又公布MSCI權重 那不重要 MSCI權重公布 很多人會很緊張 很在乎 我跟你講 那只是一個被動型基金 一個Benchmark 給你參考 你不一定要照做 何況生效 譬如說今天公布的權重 那再到月底它會升效 那一天成交量會大一些 可是從現在開始到月底 有兩個月時間 讓這些外資機構 考慮到底要不要加碼減碼 因為它股票都知道 哪幾檔全職 哪幾檔成分股都知道 但是真正要開始操作 不是這個時候 真正開始操作是從 要生效 生效日開始 就是十一月底 開始 到下一季的二月份 又會重新再公布一次 瞭解我意思嗎 所以不是說被納入 這個成分股就一定會漲 被踢出去就會跌 那事情 那鍋票要喝著 答案都讓你知道了 你怎麼可能會這麼簡單 而且全職增加人家也不一定要增加持股 持股減少又不一定要賣 沒有這種規定 要懂 這個指數是看起來還不錯 經過了四天 你看這個禮拜一禮拜二五天 這幾天大家連住了 連住了 那連住就是在漲的階段裡面 它會碰到很多的阻礙 例如像季線的壓制 季線當初扣底高值 對不對 所以季線不會改變方向 這裡就知道了 這邊比這邊高 那經過整理以後衝破關卡 季線扭轉向上 因為扣底低值 對不對我就講過了 季線是由中空 季線往下是代表中空 轉為中多 而且轉萬在這邊轉 轉幾天 一天兩天三天四天五天 這禮拜開始轉 你看這箭頭就知道了 那上禮拜還沒轉 季線這可是季線 季線60天平均線 那這月線 月線往這邊轉 月線這邊就開始轉了 開始轉 你看月線向下 空頭 空頭這邊漲 這個漲也是空頭 我看的是這條線 我不是看它漲跌 這是空頭 這裡也是空頭 了解嗎 這邊當然是空頭 因為月線往下走 那開始在轉 你看它開始轉 轉正的有沒有 月線上 上 對不對 你這個整理的階段裡面 它還是上 其實還是往上 懂我意思嗎 所以這個叫短多加中多 那你操作上 你當然也可以參考雙周線 因為它沿著雙周線上去 雙周線是做的比較短一點 看的時間比較短一點 但是月線就代表一個短線 氣線代表一個中線 那這個是什麼多 來看一下就好 短多中空 有看到沒有 很清楚的嘛 你這樣了解嗎 要宏達電的 這不得了 短多中多 這個短多中多 有看到沒有 有看到清楚 有看到 位數 美數也蓋了 你看 短多中多 這圓圓圓圓圓的 大家都很厲害 你看 短多中多 你看看嗎 這個 短多中空 這支呢 短空中空 你看看嗎 所以這支最飯堂 我家今天Telegram有講過 我等一下要分析 萬海、長榮、陽明 如果你要做航運股 你到底要買誰 你如果買這支 我是覺得很奇怪 想法怪怪的 當然我不能說不行 只是說真的什麼奇怪 我等一下會講 那台積電呢 台積電呢 短多中多 我們看的是一個趨勢 而不是 因為我們講的是正常的走勢 當然你碰到那種標股 那個無厘頭的 那沒辦法解釋 比如說像宏達電 威盛 我已經勸你 那種股票 你不要看不起它 股票在去不是去基本面 股票要形成標股 籌碼要集中 題材要發酵 人家就講那個題材 有沒有賺錢 根本不重要 哪需要賺錢 股票基本面 一定要掙得要賺錢 才會漲嗎 有這樣規定嗎 還是你認為是這樣 你認為我們做 我們看好航運股 是因為它EPS很高嗎 我沒有那麼沒水準 你錯了 你知道我意思嗎 如果我是用基本面 在操作股票 才會被你看不起 你用基本面 操作股票這檔股票 你就被搞空了 因為你會放空 因為基本面很壞 你說這個不賺錢 不賺兩千錢 怎樣 好啊 去再做你就把它放空 而且不是現在放空 你從這裡就生氣了 就開始放空了 衛生也是一樣啊 不然你賺很多啊 沒有賺很多啊 你就在這裡開始把它放空 知道的啦 這支也是一樣啊 你會把它放空 因為你看它沒賺錢 你看它很沒 都了錢你看 不然就賺了 都了錢 了錢啊把它放空 你不是在這裡放空 你看它蓋了你就不爽了 了解嗎 這你就說基本面嘛 講基本面就很危險 就這樣子嘛 你不尊重驅使 我不講基本面了 因為那個太簡單了 那大家都會 基本面 那華航長榮現在很厲害 很會跑 轉虧為盈 轉虧為盈 大家都知道會轉虧為盈 也沒什麼了不起 真的是沒什麼了不起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長榮 華航他們會轉虧為盈 大家都知道啊 誰不知道它會轉虧為盈 因為你看營收上來就知道了嘛 這是貨運了 載貨嘛不是載人嘛 是不是 載貨嘛 轉虧為盈嘛 陽明 長榮 華航 長榮 航也是一樣啊 這邊在轉虧為盈啊 那在第二季就轉虧為盈啊 載貨嘛 載貨啦 載貨嘛 但是你會給它放空 為什麼 你說奇怪 以前以前都在地價股 那憑什麼漲 憑什麼漲你知道嗎 憑這個啦 我已經跟你講過了 我們今天啊 當分析師啊 不是小白啦 不是剛開始做股票 如果我剛開始做股票 我就會研究基本面很好 財報 這個我都很厲害 可是我跟你講那個不能吃飯 那個只是我要知道 我一定要知道這些 一家公司的本質 我一定要知道 可是我不是用那個來操作股票 可是很多投資朋友就是輕信基本面 輕信基本面的結果就會像宏達電 宏達電 當初宏達電的基本面是 好到已經是不能再好 很會賺 營收那時候一度啊 每個月都400億 在這裡的時候 當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啦 你太年輕就不知道 我說古時候曾經400億 現在省市上做到這個 你知道這沒有多少錢耶 百萬千萬億 這沒有多少錢耶 百萬千萬億 它原本是做到400億 以前啊 古時候 你說它不賺錢 大家也知道它不賺錢 對吧 可是我為什麼要講到以前 我的意思就是說 如果你認為宏達電 當初很會賺錢 然後跑到1300 那你認為說可以長期投資 你的結果就剩下30塊 25塊4 好在最近又漲起來啊 這邊套了十幾年了 我是說如果以前沒有賣的 不是說現在買的 現在買當然是大賺啊 所以基本面有用嗎 沒有用啊 因為宏達電當下的基本面 是一級非常好 優秀啊 可是後來就不行啊 被競爭掉了 所以產業東西它是會 一年一年 它不是說基本面很好 這句話你可以 你可以講到五年十年以後的事耶 你不能這樣講耶 你怎麼知道明年都不知道了 你怎麼知道基本面很好 這句話可以套用一輩子 基本面現在就變不好啦 對不對 很好就變不好 才會到25塊啊 這個也是一樣啊 當初當下的時候 那時候這邊的時候 那一年賺了八十幾塊 後來就沒有賺那麼多錢 那沒有賺那麼多錢以後 股票價格它提前反應啊 我講這個意思就是說告訴你 告訴你什麼 告訴說不要輕信基本面 不要輕信基本面 而因為基本面很好 變成長期投資 這樣很危險 你知道嗎 這種想法很危險 因為這樣十檔股票裡面 如果有五檔是錯的 你就完了 當然有些股票 你擺久了以後還是會解套 還是會賺錢沒有錯 可是你要度過多少時間 你不可能說你手上股票就像台積電啊 怎麼套都不用怕 或者是台收藍牙 因為這種股票是比較穩定的公司 那有些公司它大起大落的公司 尤其是景氣循環股 那很危險 所以我們操作這些航運股 我們會不會像別人講說 我這個本益比很低 三到五倍 兩倍三倍 然後會創新高 然後會創新高 然後會漲到哪裡 我不是這樣 我如果是這樣 那就 反正就是不是這樣 我認為長榮亞米以後一定會崩盤的 我已經跟各位講過 長榮我是看這裡 長期啊 明年以後到後年我是看這裡 你看清楚你沒有看錯啦 這裡還算客氣啦 明年到後年以後 我絕對是看五十塊以下 但是不是現在 那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以後它會賠錢啊 不可能 不可能 這麼看就知道 不可能 你不要跟它說不可能啦 好不好 參想一下 不要替它 不要跟我講不可能 揚明 在今年以前的前十年 十年時間裡面 只有兩年賺錢 而且賺得很少 其他八年都是大賠錢 揚明啊 要不是國家救他 他很苦啊 揚明是光股 是光股的投資嘛 所以不是說揚明 今年大賺錢 明年就大賺錢 後年就大賺錢 哪有這麼簡單 那種大景氣循環股 那是 獲利是很不穩定的 今年大賺 明年可能大賠 那跟台積電是不一樣的 平價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看IC設計公司 可以給它 30倍 50倍的本益比 為什麼 行業股只能夠給它 兩三倍本益比 因為他們 他們就不能給它那麼高啊 因為他們會賠錢啊 他們以後可能 很大的機會會賠錢啊 所以你怎麼可以常連投資呢 那不是很好笑嗎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到節目下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追求夢想 成就非凡人生 發現價值 攜手共贏 完美服務 忠於所托 挑戰自我 成就非凡 精確掌握 投資方向與時機 替投資人 看守好每一次進出場 諮詢專線 027725-9668 027725-9668 歡迎回到節目下 我跟各位講 你今天看我的節目 已經很少人敢再講航運股 包含昨天我們利用大跌的時候 我也講得很清楚 我在Telegram講得很清楚 你千萬不要誤會 我們不是加碼 我們沒有再加碼股票 我昨天去買跌停板附近 是從這裡開始 你記得十月底那時候有一批人來參加解套專案嗎 十月底 我就結案 後來我昨天不是開放一天 是因為大跌我才開放一天 從這裡上來以後 這些新參加的朋友 我沒有叫他們買過一次 我們做別的股票 我們不是只有做航運股 我一直要跟你解釋 那昨天是一個大的機會 所以我請他們買進 但是已經持股的 在這邊以前已經有持股的人 我們是不會買進的 我們只有買兩成而已 要聽清楚 那很多人有疑問說 老師那你跌到八十幾塊 為什麼不加碼 我們不能加碼 你才可以加碼 因為你可以買一百次 我不能買 我的會員只能夠買兩成 所以我是假設他們都已經買兩成 所以我不會通知加碼 我不可能在這邊每天買 然後跟你算計一下 從85塊半買進 然後賺了五成 我不會那麼不要臉 那至於會員自己要不要加碼 要不要再八十幾塊 九十幾塊買 那是會員自己 可以看自己的風險承擔能力 或者是他如果股票沒那麼多 他當然可以去買 因為他知道我不賣 你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我們今天做長榮援銀 或者是這些航運股 我已經跟你講過 因為他月線不是往上 我剛剛不是跟你解釋過了嗎 你跌下來到這邊 我都沒有關係 他扣底低值 這邊比這邊低 他維持向上 這好不容易一個空投市場 轉為多投市場 我怎麼會放棄呢 老師那你說一下是中空 中空 這裡也是中空 這裡也是中空 你不要忘了 這裡也是中空 難道我這邊就開始看壞嗎 短多碰到中空 這邊也是中空 那現在是中多了 那這種股票你要什麼時候扭轉呢 你就是要扣底值的關係 你要跑得快讓他扣底值 扣底值 衝破扣底值 不然的話你就要用時間來整理 讓時間來整理 讓他慢慢的扣底值 用時間來化解 所以這個灰金北上 怎麼可能到這邊就停止呢 這跌了這麼多 跌了六成 跌了六成 灰金北上就灰金這一點點 那為什麼不能買萬海呢 為什麼要買萬海呢 我講給你聽嘛 那財報都出來了嘛 萬海這家公司的規模 沒有陽明長榮大 長榮比較大 這個大家都知道 那以賺錢 目前來講 長榮前三季賺了一千五百億了 因為他股本也大 所以他比較會賺 那陽明賺了一千 快到一千一百億 萬海就沒有 可是這個不是很重要的東西 重要的是 你要看喔 我要給你看這個東西 一個獲利會不會增加 你一定要看他的毛利 跟營業利益 這個毛利他跑到六十九 從以前古時候的七六十七二十四 這樣跑到六十九 對不對 所以他前三季 前三季 長榮就賺了三十塊 對不對 那陽明也不錯 六十七 這邊還沒有寫出來 但是他六十七 陽明六十七 第三季六十七 所以他賺了 他股本比較小一點點 所以他賺了 他才兩百億 長榮五百億 所以他賺了三十二塊 好 可以解釋吧 那你憑什麼 你這個前三 前兩季也沒有賺人家那麼多 而且你前三季 而且你呢 我真的有報告過 就是說第三季 也才賺十四塊多 到目前為止 才二十八塊多 毛利是六十三而已 毛利最低 長榮六十九 陽明六十七 萬海六十三點九 毛利最低賺的錢最少 你憑什麼股票最高 你憑什麼股票最高嘛 所以他當然要弱啊 他當然會最弱 為什麼 因為這股票價格在調整嘛 已經是現在目前 你怎麼三百多塊 你現在還是很貴啊 因為他便宜啊 因為他比 他賺的錢比他多 股票比較低 他賺的錢比他多 股票比較低 不對 評價方式不對 因為他們是同一種股票 如果說今天 你拿這個鋼鐵股來跟他比 或是拿台積電跟他比 就不公平嘛 因為沒有同行業賣啊 同行業都一樣啊 憑什麼這麼多 所以市場裡面會 處理這檔股票嘛 會造成這麼難做的原因在這裡 因為在做股票調整嘛 這絕對不可能賣嘛 一定把他賺掉嘛 那時候在預期財報怎麼樣的話 他要稍微小買一下 後來就馬上賣了 今天也是賣啊 那為什麼頭信要賣 賣萬海 失望啊 你如果不賺這麼多啊 頭信會怎麼做 頭信會回來買長榮 跟陽明 答案就很清楚 這個叫套利 可是萬海的下跌會影響到長榮跟陽明啊 那怎麼辦啊 所以我們希望萬海趕快跌到跟他們價格一樣 看長榮陽明都不要動 萬海下來也好 因為你沒有經過這個調整沒辦法 市場的氣氛就一定都是這樣 因為萬海這兩股票脫油瓶嘛 他會影響到大家 每一次都是他 因為他最不會賺錢 今天也是一樣 差一點都被他打下來 昨天也是 昨天第一個跌停板也是他 而且漲也是漲最少 這一波反彈才漲三成 才反彈才三成 人家跑了快五成 他跑了也四成多 你看 他都跑到季線以上都漲了這麼多 萬海才漲那麼一點點 要跌下來要準備要破底 所以我看這支 真麻煩 我還不能說你去幫行一支 我還不能這樣說 但是你可以做套利 你知道我意思嗎 套利啊 就是投信出來做套利 法輪也會做套利 所以我今天跟你講 行業股不是每一檔股票 我都會推薦 我的意思就是說 長榮陽明比較好 價格也比較 但是問題我們做反彈坡 我沒有再跟你講基本面 我的意思就是說 最近這幾天 航運股股 股票價格會跳動這麼大 一個是指標過熱必須要調整 要漲了五成以後 你要讓他整理 以盤待跌 或者是用時間空間整理 我昨天有講過 然後再往上再走 你揮金北上 不可能每天都漲 股本這麼大 對不對 套牢的這麼多 但是呢 整理之後 他會繼續揮金北上 可是現在比較麻煩 就是因為萬海 這檔股票會扯後腿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這檔股票為什麼要扯後腿呢 因為他沒有長榮搖民優秀啊 而且他價格比他們多了五十塊 這樣不對勁 所以我現在在Telegram有講過 怪怪的 我說那到底是萬海不要跌 讓長榮搖民來跟上 還是長榮搖民停在那邊 讓萬海來跟上 都可以 只要他們跟上 或者是恢復到正常的一個 評價的評價 評價的一個水平 我想投信就會同意啊 這些法人就會同意啊 你要解我意思嗎 這當然我講這個比較複雜 但是我希望你聽得懂 航運股啊只是一個調整 會再度的上漲 那很多人都是因為手上持有 這些航運股套勞來找丁超 找丁超參加這個解套專案 我一定會幫你們忙的 我不可能像其他老師這樣講兩天三天以後 就要跑去到處講東講 我不要 我覺得這個股票 這些股票真的蠻優秀的 可是它反彈波一定要先做出來 那至於要長期投資 我可不建議喔 那我們今天的報告到這裡 謝謝各位的收看 下週見 下週見